最近有很多2.5G光猫上市了 我把其中比较热门的都买回来做了测试 这两台是华为的光猫 这两台是中芯的 都是国内的通信大厂 华为的光猫两个的价格是100出头 这个移动的便宜一点100元 电信的是130元 这个中芯的小光猫是特别特别金钱的 花了大概90块钱 然后下面这个买的比较早 G7615当时是比较贵的 现在好像也是100多块钱 我们看一下华为的型号吧 华为的这个型号是 HN8145X6N 这个是电信定制版 移动定制版的型号是 HN8546X6N 这两个型号非常接近 应该就是不同的运营商 给终端厂商的提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他们产品有小的差异 接口方面 移动比电信的多一个USB3.0接口 然后又多了一个开关按钮 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是觉得这个多的这个东西用处不大 购买的时候只要考虑价格 以及运营商就可以了 也不是说这个电信的运营商 其他的就用不了 我是两条宽带都是移动的宽带 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你用电信的运营商 用这个电信的光猫是更合适 这个移动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小光猫是前段时间很多人在发 炒的比较火 当时是145吧 清代的价格在90元左右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型号是F7005TV3 这个光猫是需要解锁TELNET的 中性的光猫都需要 这个G7L5也是一样 这两个中心的光猫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还有一个中心的光猫 我没有买 就是这个是完全体 然后它中间缩了一版 缩了一版 还有一个中心的光猫 就是和华为的这种一样 然后最最精简的就是这种 和上网无关的功能都精简了 只带四个网口 它没有WiFi 没有电话口 也没有下行光口 如果加上电话口和WiFi 就像华为这种 大部分人家庭足够用了 就这种带WiFi的机器啊 你家里面可以不买路由器 就是一个光猫就全搞定 像这种精简版的 或者叫盖版 你必须要配路由器 你不配路由器 你家里面手机是没有网络可以用的 然后这个机器就是非常非常的完全体 甚至有些人用不到那么多功能 有电话口也有网口 然后它还有一个下行光口 这是下行光 就是它有一个OLT的功能 导致它的功耗比较大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光猫怎么使用 首先是接线 因为这两个光猫都是带WiFi的 如果你想把WiFi用起来的话 我不建议把光猫放在弱电箱 因为放在弱电箱 它的WiFi就废掉了 尽量把光猫放在客厅 那么大多数人家里面的光线 是没有步到客厅的 那怎么办呢 最传统的办法就是找人拉线 拉个两到三根光线 为什么拉这么多呢 要避免其中一两根断掉 有个备用的 如果想省点室的话 可以像这样走这种隐形光线 隐形光线是非常细的 我们给你对比一下 顺着墙边走 基本上看不出来 光线的价格也是比网线便宜的 所以其实这样走成本是最低的 光线接好之后 下一步我们设置 我这两台光猫已经设置好了 在设置之前 我先测个速 给大家看一下设置好之后的测速表现 目前连的是这个移动的 就是这一个 移动的WiFi 协仓速度2400 连的是5GWiFi 我这边测速基本上是在1200到1300之间 所以这个测速是没问题的 上行就不看了 我现在上行是100多 不管怎么测都是测满的 然后我现在要切换一下WiFi 切换到这个电信的 同样协仓速度也是2401 都是WiFi6的AX3000标准 我再测一下 好了 接下来在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两个光猫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移动的光猫使用其实挺简单的 一般来说只需要输入Password的就可以注册了 部分地区需要改SN 改SN怎么改呢 点击地区切换 然后输入默认的密码 不要选任何区域 将这个按钮选到非RMS管理 然后稍等一会儿 好 现在区域已经切换完了 然后我们用默认密码登录 确定 然后点击网络 点击远程管理 点击认证 然后这里就可以改SN了 把这里SN改成自己需要的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这个16位的 还有一个是后面这个 因为我这里不验证SN 所以我就改一个字母来验证它这个修改是否有效 最后不是AF吗 我把它改成AA 这样就是我新的SN 然后点击应用 现在SN已经变了 然后我们退出 然后再点击设备注册 再输入默认的密码 然后我们再回到RMS管理 然后我这里宽带是江苏 所以我区域切换成江苏 你们其他地区 可以选本地试一下 如果选本地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切换为江苏 江苏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好的 好 现在已经切换为江苏了 然后我们就注册就好了 输入自己的password password在老光猫里面获取 点击确定注册 这个注册是有个过程的 一般到30%或者40%就可以返回主界面了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我刚刚是没有改SN的 所以它到40%以后肯定是进行不下去的 你们如果把SN改对了 很大概率会直接通过 我不想超级密码被改掉 所以我没有改SN 不想让它同步 只让它进行OLT注册 然后到30% 到40% 现在到连接 省数字家庭管理平台了 应该是连不上的 因为我的SN不对 我们再等一会儿看看 等到两分钟 看看他们连上 好了 我不等了 因为我之前试过了 肯定是连不上的 我不等了 我直接回到首页 然后这里又默认密码登录 这个好处就是密码不会变 然后看到注册状态 这个O就说明注册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网络状态 这个T2069其实已经连上了 为什么不下发正确的数据呢 因为我的SN没有改 看一下SN SN我们刚刚已经改成了AA结尾了 但这个SN是没有录入到 我这里的移动运营商的 所以它没有给我下发数据是正常的 我要手动修改我的数据 手动修改数据是在点网络这里 网络这个总共四个选项 这个T2069因为我也用不到 我就直接把它删了 如果你家里面有其他的IPTV 或者是电话的话 就要把这下面这些数据 改成你原光猫相同 然后我这里只有上网 我就改上网 这个路由桥接 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 因为我为了测试方面 我就改路由 然后下面这个VLANID 改成自己的正确的VLANID 下面这个接口绑定 我不用IPTV 所以我就把全部绑上了 这个WiFi 两个WiFi我也全绑上 然后下面这些就不改了 下面这些都是对的 然后点击保存应用 保存应用之后 点击状态 然后点击网络信息 可以看到现在正在拨号 我们等一会看看 现在已经拨号成功了 获取到IP了 IPv6也是正常获取到公网IP了 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这个状态这里 这里不是远程管理状态 不是始终无法连接吗 始终无法连接会存在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手机给大家演示 就是我连接这个下面cmcc 就是我刚刚设置的移动光猫 我们连上之后 它会弹注册 其实光猫的OLT 就是光路已经注册成功了 上网是没问题的 但是什么没注册呢 是因为它的管理系统没有注册 它的云端 没办法对光猫进行管理 所以它会弹出一个注册给你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点击管理 然后点击设备管理 这里有一个关闭RMS跳转 把这个功能关掉 好了 现在的手机重新再连接 就不会跳转了 电信版的HN8145X6N 设置就更简单了 因为目前我不知道它怎么改SN 所以我只需要改一下它的地区就可以了 打开后台之后点击最上面 修改地区 然后用默认的密码登录 将地区改成陕西 改完了之后就像我这样 然后使用默认的账号密码登录 设置就与移动的85465一样 设置完了之后点击管理 然后再点击设备管理 之后能看到最下面有个按钮 叫扭转设备注册状态 这个地方点一下 之后你的设备连接光猫 就不会弹出注册页面了 好